共聊一年几乎有200多天都在下雨 只要一下雨球场根本就无法使用 而在三年前奥迪公园的篮球场 风雨操场是完工启用 提供地方一处下雨也能够办活动的空间 只是苏迪勒台风一过 风雨操场的屋顶是整个先飞 目前已经没有办法使用 让民众直呼好夸张 而公所示表示目前已经报灾害抢修 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屋顶来修复 让民众下雨天有地方可以去 这次苏迪勒台风共聊地区 吹起了13级强阵风 把奥迪风雨操场的屋顶都给吹先了 今天共聊区长陈文俊和里长吴顺福 到现场查看状况 目前也已经紧急大门深锁 就怕民众误闯危险 而这修复费用也高达100多万 只能说这次苏迪勒风力真的太强大了 因为台风把我们那个最大间的风雨操场 然后屋顶给吹翻了 然后把所有邻居都吓坏了 一个整个晚上大家都哇哇叫 一直打电话 那在这边也跟这些邻居说抱歉 这个风雨操场是我们共聊地区 很多年轻人运动的主要场所 那昨天很多年轻人都来跟我反应 所以希望我们公所市政府 这边赶快帮忙帮我们修复 这次苏迪勒台风 确实对共聊地区来讲是风大 那雨的部分大概还一阵一阵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风大对共聊地区来讲影响的一个情形 当然整个灾害是以我们目前后面的一个风雨操场 因为大概有震风到13级以上的一个速度 所以造成我们的风雨操场上面的一个顶盖有被掀掉 奥迪地区人口密集因此许多休憩场所当然也少不了 来到奥迪风雨操场这里三年前加上屋顶 让民众下雨也能运动 但是现在屋顶只剩下骨架 灯具也摇摇欲坠 为了安全公所也都先撤下 要不然这些年轻人不知道要去哪里打球或者运动 也希望市府这边加紧脚步 帮我们灾害的唯一的一座风雨操场 尽快修复 让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可以有地方发泄 然后打球 未来对于这个风雨操场的部分 我们目前已经在申请那个灾与准备金的部分 大概尽快来做一个修复原的工作 目前整个程序在进行当中 那当然这段期间可能会造成 要来风雨操场玩的民众稍微不便 就请我们市民这边能够稍微体调一下 因为天灾的东西并不是人为造成的 而且是不可抗议的 因为风数确实很大 这座风雨操场地方等待很久 却只用了三年多 就遭天灾破坏 虽然无奈 但希望市府赶快协助经费来修复 否则接下来将进入雨季 地方要休气 恐怕就比较不方便了 介绍权威 共聊 采访报道